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絲絲絲絲絲才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老師 OK 好 我們解決了全神事件之後呢 我們要跟我們的小白 這個小白講話 每日一千 副本喔 然後 在我們的人物這邊設置 可以調成流暢跟鋼畫質 就看你怎麼樣吧 然後 認證帳號 再要去認證一下 就是可以綁定樣子 應該是啦 沒記錯的話 好 在四城路中為四城裝備御魂 好 我們先御魂好了 打開四城路看看吧 在裡面也可以確認 以地結契約的四城的狀態喔 呃 點鹹體驗捲軸按鈕 好 御魂 詳細 好 我們先看一下裝備御魂 看一下啊 裝備御魂 御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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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魂在哪裡 沒有啊 這裡嗎 這看一次好了 我忘記了 呃 四城路 呃 呃 點鹹庭院捲軸 喔 剛剛剛剛好 在下面 我忘記的 看這百貝契約書 對 契約済的四城路 然後還保存 裝備御魂的並沒有 照明 呃 什麼 說呢 如果 但是 特別的四城路 尼文 想要四層面前的話 還需要裝備御魂才可以啊 裝備御魂的入口就在四層路裡面 詳細 不同種類的御魂具有不同效果 看到了 看到了 這些就是御魂就對了 可是我有什麼 我怎麼知道 珍珠 上一頁 更換 再一次 喔 被俘 強化跟裝備差哪裡 這邊有上一頁可以選嗎 上面沒有 那我只按 好 裝備 裝備成功 OK 任務完成了吧 OK 領獎 Nice 可合成九命怪貓七月書 可從白鬼夜行中獲得 這個巨魂是 這個巨魂的 是在這個巨魂的各種靈魂所產生的東西 而且他們具有各式各樣的特殊能力 可以配合合適的四層 可以帶來更強大的戰鬥力 在四層路中使用契約書召喚 捲軸四層路 OK 我們捲軸 四層路這裡 OK 我要擠滿才可以嗎 那我們現在有什麼 看一下 召喚一個 喔 碎片碎片 可召喚 召喚 完成 又完成一個了 銀匠 這什麼 喔 四層召喚 沒有口白 透過四層契約書召喚 可以獲得四層 是很重要的獲得四層管道的 但順便足握持 請立即召喚 OK 探索挑戰副本 探索 探索 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 每日任務有一個 狐狸在飄 完成 贈送好友 等一下 五顆紅星 咦 我就有一個 我就有一個好友啊 精靈活動 商店 我記得 那個什麼 可以抽 抽 四神的 是在哪裡啊 我忘記在那邊抽了 有效果 哦 有CG圖耶 哦 安花 诶 組隊嗎 應該不是吧 沒朋友真可憐 我 我是個冰原人 诶 那個召喚在哪裡啊 算了啊 現在先不召喚啦 欸 探索 OK 我們現在探索一下 呃 石雀奇譚 OK 好 再完成的故事 每一個掌解 畢可在地圖中開放新的區域 在這區域當中可以挑戰的 叫做探索副本的特殊任務 好 はい わかった 哦 這是我們解完這個 石雀奇譚 然後它就會開放的意思 就劇情解完之後 在這個探索副本就會開放這個地區 那我們就可以去打這個副本 然後練等級跟拿道具之類的吧 呃 探索中有機率出現BOSS 戰場BOSS可以觸發0.4 部分小怪 部分小怪是指這個吧 鎖定出戰是誰 好 就打這個 OK 好像算是練功啦 副本人就是練功啦 呃 好像還是有點盾齁 好啦 下次我用四窗模式 四窗模式來那個 玩好了 我調整的 我選擇過 我選擇過 那是我的天賣 我選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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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這個 我選擇過 上這的時候就還好沒有到很LAG 啊?只能打一個人啊? 這應該有火..冰系克火系的那個..屬性克制啦 不..不過這樣都畫面中間人會擋住主角呢 實在是..這個..這個壽司到底是幹嘛的 進入光塔需要消耗體力會隨著時間恢復 嗯哼..OK好大概知道了 哇這個真的蠻好玩的大家可以趕快去玩 限時要攻這好像會送滿多東西的 可以直接走過去碰他嗎? 不行要點了 不過戰鬥可以自動戰鬥嗎?好像沒辦法齁 QQ輸入! 好我們選一下位置 我們把這兩個互換好了 可以拿下來吧 然後.. 然後.. 這樣.. OK 喔..喔..終於有自動戰鬥了 跟調整速度 這樣比較快 不然按按按走 喔.. 成一是最快的嗎? 還是成二 成二應該最快 喔..好快好快好快 我們手動按到什麼時候啊 我們.. 劇情的那個.. BOSS站在.. 在手動就好了 不然像這種東西 我們..打小怪 我們就是.. 練功嘛 但是.. 自動戰鬥最快了喔 呃.. 呃.. 欸.. 剛剛好多貓喔 這邊好多貓 欸..有紅色的欸 OK 自動 然後他的.. 戰鬥視角每次都會不一樣 那你可以做自己調整 還.. 還可以啦 像這種.. 這種.. 剛才那個角度就覺得還蠻棒的 然後他好像會.. 欸.. 放到四的時候會 跟著那個人物一起 呃.. 四角跟著人物一起 那.. 打小怪打副門的話 建議各位就是拿那個.. 按.. 自動戰鬥 不然.. 除非你要一直手動啊 也是可以的啊 不會用手機玩這款遊戲 我覺得好耗電喔 你看畫面真的.. 做得真的不錯欸 所以用手機玩應該還蠻耗電的吧 給開心 這樣會不會太快啊 好..沒關係啦 我們是在現實的時間 這什麼啊 好.. 喔.. 被俘 嗯.. 切換讀取的速度 如果.. 如果可以再快一點就好了 有可能是.. 模擬系的關係啦 發現手領 欸.. 欸..等一下.. 這個到底是幹嘛的 為什麼一個球在這 沒反應.. 算了 好..打Boss了 Boss我們手動吧 Boss應該蠻難打的吧 好..先.. 防禦 暴風雪欸 欸.. 對面打中 那個好像只能打一個人的攻擊 那個.. 防護招 這個是.. XXD OK 我先把這個打垮 蛤.. construction 再 election 啊 按太快了 這款遊戲我發現 我身旁的女性 就是FB上面看到很多女性 有人都很喜歡這款遊戲 有可能是畫風日式 日式一陽師的畫風 然後口白 非常的 很吸引人啊 不如不說這款真的是還不錯 真的做得不錯 尤其主角要這麼的帥對不對 也是人啊 是嗎 是這樣的嗎 好可愛喔 這什麼打掃嗎 天血鬼 天血鬼路 妖怪發現可直接挑戰該怪物 什麼意思啊 妖怪發現 喔 好我們直接挑戰 是這個意思嗎 喔 喔 是直接打 打BOSS嗎 還是怎樣 喔 雖然不太懂 這個是 喔不打喔 然後 喔 這個是 我打打打打打打打 呃 これは 喔 嗯 噢 承受傷害增加 哦 哦 還有哦 我們可以自動了 要快 啊 對 話說 聖女之哥0 應該是23號就要發球了 希望是150可以記 然後我6日就可以收到了 希望是這樣子 怎麼那麼多啊 這個是 就是 打到你 打 就是 打到你不能再打為止吧 沒有吧 應該有一個戰鬥限制才對 有時候打了3次 就結束 打完3次就結束 全你攻擊真的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結束了 OK 噢 碎片的啦 可合成天血鬼 天血鬼 鬼入七月書可從白鬼夜寫中獲得 我已經有一隻的啊 天血鬼 OK 所以要快發現他應該還有一個 那我們 下次再說囉 然後可以一次挑戰兩個 直接挑 挑戰怪獸 我覺得應該一個應該是九命貓啦 應該可以直接挑戰 去拿他的碎片 我的猜測是怎樣 好 我們先回去吧 好 我們先回去吧 在這裡嗎 好 沒有按左上角就好了 我們先白鬼夜行新功能開啟 呃 銀牆 這什麼啊 喔 稀有貨幣可以用於召喚四神 好 很多功能都會出現在探索地圖上 經常去探索地圖 看看也是很有藝術的喔 接受 前面他感覺出現的 音器 從地法來看 可能是白鬼夜行出現的 我們去看看吧 好 聽鐘 然後白鬼夜行 聽鐘 喔 看到了 他出現一個星 然後我們 OK 我們這集差不多了 我朋友都沒理我 好可憐 朋友都不理我 完成 這什麼啊 喔 神命的符咒 這什麼啊 技能點數 喔 然後咧 還可以拿嗎 完成 完成 好 這些這些 清明符咒 2 好 還有什麼 要拿嗎 圖鑑商店 因為我們不知道哪邊可以召喚四神 喔 看到了 看到了 這裡嗎 喔 有有有有 看一下喔 五抽 一抽 勾力不足 好 這個有 我們先抽這個 畫符或長按語音召喚四神 怎麼召喚 喔 勒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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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 是我要講話嗎 什麼意思啊 什麼意思啊 長按語音召喚四神 好 我要想一個台詞等一下 好 我想到一個口牌了 哼哼 語音召喚 我宇宙天氣 赤我力量 降伏群魔 迎來曙光 無人著手 鎖風百鬼 遵我耗力 只在此刻 我都還沒有念完耶 哇 歐神降臨 先別洗手 陰陽 思想你的好評 這是很好的意思嗎 紫色的耶 先往評價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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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 下次 確定 是我召喚成功的意思嗎 我看一下 果然念生命的台詞還是有用的 四神路 有嗎 有嗎 有耶 他是誰啊 哈哈 閃刺 閃 就是無知見 孤禍鳥 以烙眼無法捕捉速度 迅速拔在 拔出藏在腰間的閃 揮砍一名敵人 造成攻擊88的傷害 就算再下來 略盡綿力 但隊友使用普通攻擊石 孤禍鳥 有38的階級石 是普通攻擊 好像蠻帥的 以閃為劍 降之天法 輸個不漏 只是這是最強的嗎 是嗎 各位 其實我不知道 我們看一下畫畫畫畫 喔 這個 好帥喔 上面那個是面具的啊 像是烏鴉對不對 然後 哇 對 然後他是 他不是烏鴉 他是鶴嗎 好像鶴喔 有沒有 應該是鶴 更換 我們現在只有這個 這個可以裝唄 可以裝很多個嗎 欸可以耶 喔 也是可以配兩個喔 喔 我們可以在這邊直接換人嗎 喔可以 可以 nice nice 強化 沒有沒有 我要裝備 兩套 四套 可是不能再加了啊 現在沒辦法四套 那 好 這個 有比較強嗎 可 我想換紙 欸 好 反正就先 先裝吧 OK 浴魂情報 看一下畫 喔 喔 納縫 想錢叮噹 喔 哪要念呢 錢即正義 看錢 人在錢下死 做鬼瘋流 只要活著 就需要錢 OK 感覺就是 天血鬼路 我跟那個沒什麼興趣 我們看一下畫就好了啦 OK 畫 好 喔 這個蠻正的 不錯不錯 OK 好啦 我們這集想要在這邊嗎 那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到我平常訂閱 歡迎到我粉絲按讚 最終這點消息 謝謝大家自己的收看囉 會喜歡這款 陰陽絲 的所有 OK 謝謝大家收看囉 掰掰